明星这么有钱,居然还穿假过,最近,周杰琼妹妹晒了几张美照,结果被网友扒出来,居然穿了山寨火,为了防止有小仙女不认识。 先简单介绍一下他,周杰琼,1998年出生于浙江泰州,从小学习琵琶,13岁就去韩国当练习生,家境不错,16年,参加韩版Produce 101获得第6名出道,成为限定组合101的一员。 这两年回国发展还是不错的,去年在安偶像练习生当导师,接下来还有几个综艺腰语,在周杰琼晒出的几张照片中,身上带了两条带子,一条是包带,一条是腰带,都是offward的,是个潮牌,有眼尖的网友发现。 包带是正品,腰带竟然是山寨火,white吧,这是正确评语,而周杰琼腰带上的评语变成了whiti。 网友吐槽这山寨也太假了,不知道是粉丝送的还是妹子自己买的了,white还是whiti。 红红火火黄晃乎乎,的确让人难辨真假,这突然让一太想到,前几天火上热搜的白羽的高榜天团,白羽的微博名叫 注意看正确的评语,粉丝们在white这个英文大词上做起了手脚,并带头号召所有白羽高榜号加群聊,要C位置出道,来看一下这个高榜群的头像和昵称,white五个英文字幕排列组合。 whiti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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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iti眼睛要看下了,就问你们还记得,这个单词怎么拼的,正确拼法,white? 后来白羽在这条微博底下留言了,结果数据足照了二十几分钟,才找到白羽本村,更好小的是群聊里这些高榜号也是一脸猛逼,根本分不清谁是谁,高榜一时爽,聊天火葬场哈哈哈哈,这次周杰球,被发出穿山家伙,这一眼很难见别出是假伙,可以说这些网友真的很严格了, 把费尽随身带,其实,现在潮牌市场谁很深,稍微一步留神就能买到假货,娱乐圈里有不少明星都是个类潮牌的铁粉儿,无意把狂名美国潮牌Supreme这个牌子一出新品,就会立刻get上身,出镜算高到不行,陆寒则是offworld的米地,尤其是去年,机场流行时尚朝圈运动风,不管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, 搭配里必有超牌单品,说也奇怪,明明不少单品都据说是全球没多少的限量版或是紧俏款,可明星们却偏偏能人手一见,穿得风生水起,很简单,有山寨货呗,唐一新之前有一次机场四伏,一身大热单品,衣服一里外外都是超牌Redmonds的春夏新品,可是脚上的那双鞋,就有点怪怪的了, 看这双鞋的款式,是明星们都爱的Adidas Yeezy,俗称椰子鞋,椰子鞋是球鞋里的抢手货,有些款式都折被炒到上万的,价格啊,还抢不到,而唐一新脚上的这双,鞋面上映的图案是潮牌Supreme D logo,并且他还不止穿过一次,难道Yeezy和Supreme联名出鞋了? 要知道潮牌联名,可都是轰动时尚圈的大事,但凡出一双,粉丝们一定是抢破头的节奏,不少时尚网站的科普,也都把这双鞋的品牌,化为看Yeezy和Supreme的联名, 然而去搜一下这双难得的联名款,却早有不少行甲,直接鉴定说是假的,有网友淘的科普这双鞋是联名款的微博账号下面打假,结果博主直接了当地回复,他只是穿了一双假鞋而已,一双假鞋,唐一新不可能重当买假鞋穿吧, 奔着求着牧师的态度,一叹去仔细查找了相关信息,去年一月的时候,有不少球鞋时尚网站,介绍了这双Supreme新Yuzy的联名鞋, 可是网页点进去,却是这样的,如果真有联名款在市面上卖,起码突破两万元, 可惜呢,原来这双只是球鞋玩家,自己弄着玩的款式,并非联名款,也有董行的网友来科普,说这双是某团队以前做着玩的,没想到就被复刻拿出去卖了,那么被复刻拿出去卖,大概是谁在卖呢? 打开我大天朝晚能的萌宝,居然这双从未生产过的鞋,还有好多家在卖,宽度打着连名款的旗号,精心拍出来的机场揭开,一身大牌里居然混了一双假鞋, 这时,但是万万没想到了,明星并不是买不起正品鞋,只是潮牌这个东西吧,实在水太深, 余文呢,绝对是明星里对潮牌很懂的人了,我们相爱吧里面, 周冬宇曾说他一直戴的叶子项链,其实是一款羽毛项链,这款羽毛项链是手工银器品牌JOROS的款式, 要说余文呢对JOROS有多爱,他还曾经在自己的INS上删除了两本JOROS的介绍大全, 说,喜欢一样东西就要喜欢到底,了解它的一切和背后的精神,既然是纯手工打造, 那JOROS项链自然是千金难买,而余文乐是在日本东京逛街时, 在日本地下结盟买手店内花巨资,购入了一个JOROS 精英,立刻兴奋地在INS上删了出来,但是后,却被JOROS店里的朋友证明是假货, 余文乐真行之余怒删INS,将社交平台上有关这只精英的照片全部删除, 要知道一只普通的JOROS老银价格啊,都在几万到十几万不得,如果是精英,那价格上只能更贵, 余文乐被坑了不清,连余文乐这样的潮男,都在自己最爱的品牌上栽倒了, 更何况他还是在号称无假货的日本卖手店被骗,可见潮牌弯弯绕绕太多,实在很难分辨, 明星们也不是行假,很难辨别这些单品的真伪,私服就算了,要是出席活动正装被巴士山寨, 那就是时尚的打击,得罪大牌,还容易被时尚圈拉入黑名单, 再,一想到不止一次被服装师坑,穿着山寨礼服走红塔的藏衣, 只能说时尚水太深,造型师要认真呢,不然被裹的都是一个人。